难道这个目前呢 你要说排在维德前面呢 这个肯定也是什么 考虑到维德退役了 我刚才没提嘛 ESPN他作出这个排名啊 两方面 一是我感觉呢 他本身的荣誉等级 这玩意也是挺看重个人奖项 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朗 就是勒布朗·詹姆斯位置为什么搞 以及呢 就是因为他得考虑到 毕竟这是个商业性的媒体嘛 报纸也好啊 网站也好 得考虑读者呀 球迷 他们得有一个讨论的环境 你上去整前五十的 什么萨姆雄斯 KC雄斯之类都整上去 老卡尔特人时期 一帮怎么讲呢 在这代球迷印象当中 根本没有这么一号的 你都整前头去了 那这玩意跟谁比啊 对不对 球迷一看 他不想讨论了 为什么不想讨论 不太了解 我咋讨论 一讨论有点露怯嘛 对不对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 那这样的话 他不好嘛 所以呢 多少得把这些 熟面孔 往前面堆一堆 这样你有讨论的空间 如果说他们都特别靠后 都是三四十分开外的话 那你都是三四十分开外 你也不是 舞台中央的 那你谁会讨论呢 没有讨论必要了嘛 因此从这方面里 是把一些新人呢 往里挤一挤 有这个角度 我感觉 多少有点 对不对 那这就是什么呢 在排新人的时候 就他这个位置 就不仅仅局限在他 目前的成绩了 就是说 未来的想象空间 也给包含在内了 进行归了包顿 这么来一个总牌 对不对 就现役的这些正在打球的 他们目前的位置 肯定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仓好了 未来可能的成就 对不对 我感觉有可能是这样 要是考虑到 未来的可能性的话 那你说把梁纳德 排到维德前面行不行 那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就说得通了 对不对 因为梁纳德 未来也是潜力无限 维德已经在拿MAP 不限时了 但是这个梁纳德呢 下赛季我认为 最大的MAP 潜在种子 就是梁纳德 率领球队正惯的 目前快船队 班底以及整个团队 包括老板在内 雄心勃勃 叙事待发 可以说只欠东方 对不对 只要一开赛 这支球队开足马力 拥有最大的可能性 所以梁纳德呢 未来想象空间非常高 目前如果说 你参考了他今后的成长 能不能排在20多名 排在伟德之前呢 可以